他变了话,这个状态就像上篇所讲的。 那么,由这个《寄宋》一开始到现在,这都是形容谭尘齿曼仪,这五顿时,等下边呢,这就开始说这个五历时。 那么,这五顿时啊,贪嗔齿曼仪啊,大人呢,都给支配着,颠颠叨叨叨,自己啊,想要搅悟一点,也不容易,被这个贪嗔齿曼仪啊,这五顿时啊,好像给绑住了似的。 所以这个宅子啊,非常危险。 那么,要赶快想法子啊,把这五顿时,给他杀了他。 你杀这五顿时,不会犯戒,你不要担心犯犯菩萨戒。 那么,处处,就是啊,所有的地方。 街友,街友,街友,就是无论哪一个地方都有。 啊,这个处处,大而言之,就是三戒,欲戒,骚戒,无骚戒。 小而言之,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 街友,无论,无论在这三戒也好,是自己的身体也好,都有。 有什么呢?有这个黎媚亡粮。 有这个黎媚亡粮。 啊,夜叉恶鬼,试探人肉。 有这个黎媚亡粮。 大处都有,每一个地方都有。 啊,充满啊,欲戒,骚戒,无骚戒。 啊,回着你这个五音,骚授,想行持,你试。 回着呀,这个四地,苦戒虐荡。 无论哪个地方都有,都有这个什么,黎媚亡粮。 这个黎,什么叫黎呢? 这个黎啊,就是离人很远的一种鬼。 在什么地方呢?住在山里头。 山里头的妖怪,就叫做黎。 也就是山精。 在你这个住宅的这种妖怪,就叫魅。 魅,也就是鬼魅。 这鬼魅啊,是接近人住宅的神魅。 这鬼魅。 他很,很作怪。 他很作怪。 他能做出啊,种种啊,种种啊,这种怪异的事情。 怪异。 不是普通人。 嗯,知道,能看见。 嗯,知道,能看见。 这鬼魅的魅。 这王良鬼啊,就是木石所变的。 因为这个老术,成精。 回着这石头,时间久了,成精了。 而这种成精的都要有一点因缘,它才能成就它的精怪。 这个石头它怎么会成精呢?很多石头,没看见各个石头都成精。 这种石头它成精是得要借着人的这种血。 人的什么血呢? 据说,无论什么东西,人的中脂,这个血,要是滴到什么东西上,都可以成精。 你无意中把中脂破,这个血流到什么地方呢?什么东西都可以成精的。 就是借着人这种的血,也就是借着人这股灵气,它才能成。 这个亡粮,亡粮有多大呢?亡粮鬼,亡粮鬼是最大的。 你看见的,你看得非常高,非常大。 好象一架山似的。 所以,在中国人呢, 很 Pat até要发生。 往往往呢, 这 extends fore, G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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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k建。 isso ít STo состо, 管强什么地方 好像一个山挡的似的。 什么也看不见了。 那我已经忘了。 个人的紫砍。 眼前什么也obook了。 在往见走路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家里,我一个兄弟,他晚间走路就遇到这种的鬼过,遇见过。 遇见这种鬼怎么办呢?这个晚间呢,从晚间你走路啊,始终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走不了,不能到旁的地方去。 等到这个鸡一叫了,这种黑的警戒也没有了,才能明白过,连夜在这个地方转着,怎么样也走不出去。 这叫王良。看着黎妹呢,黎妹这两个鬼啊,就很小的。 他有三次多高。这王良呢,就有三丈多高的,有三十几丈高的。 这王良,这种鬼。啊,那个夜他,恶鬼。究竟这是表示什么呢?这个呢? 由这个截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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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竟。 这个祭祖,这是,向下,下边呢,这都表示五历史。 前面讲五历史。前面讲五历史,现在讲五历史。 这五历史啊,以前也讲过好几次。 我再问一问。这个五历史。前面那个叫五历史。 怎么叫历史呢?它来得慢一点,迟钝一点。 所以叫顿。这个怎么叫历呢?历,历就是锋历,快。 它敏感性很大。这个五历史啊, 也能令人呢,颠倒。 也能令人呢,颠倒。 颠倒。 指着。 往作往为。 第一呢,就是身见。 这个身见。 这个身见呢,总遭住自己这个身体。 一天到晚, 就帮助自己这个身体。 啊,给他买一点糖吃。 给他买一点香水擦一擦。 给他买一点好衣服穿。 给他买一点好东西吃。 找一个好的地方给他住。 这是啊, 只找这个身体。 啊, 因为这个身体啊, 就是我。 其实啊, 错了。 什么样的错法呢? 这个身体啊, 只可以说是我的, 是我的身体。 不可以说这个身体就是我。 。 为什么呢? 这个身体像一间房子似的。 你要, 你住到这个房子里头。 你不能说, 对人讲说这个房子就是我。 这个房子只可以说是我的。 我的房子。 那么这个身体呢, 只可以说是我的身体。 究竟那个我呀, 不是这个身体。 你不要啊, 错认了。 主人翁。 啊。 所以, 你只要这个身体是我的。 是我。 这是一种错误。 你, 我常常讲, 你从头数到尾, 数到脚上。 头就有个头的名字。 眼睛有眼睛的名字。 耳头有耳头的名字。 头发有头发的名字。 鼻子有鼻子的名字。 嘴有嘴的名字。 啊。 这个皮肤有皮肤的名字。 手有手的名字。 脚有脚的名字。 各处都有它的名字。 哪一个地方叫? 有个我。 啊? 你这个全身, 你找, 要找出一个我来。 你说这个身体, 哪个地方叫我? 啊。 为什么没有地方叫我? 就因为它是我的。 它不是我。 所以啊, 全身, 你也找不出一个我了。 。 那么你要是啊, 静为它来做打算。 好像那个陶渊明说的。 心为行义。 你那个心呢, 才是你真正的主人翁。 这个山呢, 不过好像一个房子。 你这个主人翁住到这个身体。 上面。 上面。 你这个心。 这个真心。 常驻真心。 性静静静静静。 这才是真正的你呢。 真正的我呢。 这也就是那个乳来藏, 也就是那个佛性。 所以啊, 你不要错认这个身体是我的。 而不是我。 你真正那个我呀。 是不生不灭的。 不够不净的。 不增不减的。 这是真我。 可是啊, 你把那个不够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那个真我呀。 啊, 不用。 净用这个假我。 就跑到啊, 这个皮毛上, 以为这个身体是我。 这个身体。 这身体如果是你的话, 这个身体将来死了。 那么你就没有了吗? 如果你要没有了, 那简直的没有意思了。 那就断灭了。 这是啊, 就是边界了。 断灭了。 可是啊, 人死了。 不过啊, 好像我们住这个房子, 把这个房子住坏了。 另要换一个房子。 另要搬一个地方。 那么搬到什么地方去呢? 那就看你现在啊, 所造的什么业。 你造上业, 就搬到一个好的地方去。 你造的恶业, 就搬到一个坏的地方去。 所以啊, 人死并不是断灭。 那么这个身见, 我们要把这个身见呢, 看破了。 放下。 第二是边界。 这个身见, 那么不要指着。 那么边界。 什么叫边界? 是指断, 指长。 这外道呢, 两种指兆。 断见。 断见。 他说, 人呢, 死了, 就像那个当灭了。 就没有了。 你做善也没有果报。 做恶也没有果报。 你做好死了, 也就完了。 做恶死了, 也就完了。 没有来生。 所以啊, 你不要信这个因啊, 果, 都不要信。 没有因也没有果。 这叫波无因果。 断见。 波无因果。 无因无果。 也没有做好事就可以成佛。 做不好事就可以做鬼。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 他也不信有佛, 也不信有鬼。 甚至于连人他也不信。 他也不信有人。 他说这个人呢, 这也就像那草木一样。 生了, 然后就死。 死了又生。 这个死, 那一个又生。 但是不是这个, 那个就不是这个。 这个也不是那一个。 所以啊, 生者自生, 死者自死。 这是断见。 没有因果循环。 没有六道轮回。 这是断见。 指长。 他说啊, 你做人呢, 你不要做好事和做恶事。 永远都是做人的。 你做鬼啊, 就永远都是做鬼的。 做佛呀, 永远都是做佛的。 没有改变的。 所以说, 做天主啊, 永远都是做天主。 你做呀, 这个马牛啊, 也永远都做马牛。 他说, 啊, 任何的时候也不会改变的。 他说, 为什么呢? 你那个是那个种子。 你人就是人的种子。 畜生就是畜生的种子。 鬼就是鬼的种子。 啊, 你做堕地狱, 在地狱里就是地狱的种子。 你在种地狱的种子, 就结地狱的那个果。 什么都是一定的。 它是一定的。 本来无有定法, 它是一定的。 没有变化的。 它是铁一般的。 所以, 他好像那个天主教, 他是做天主的。 永远他, 只可以他做天主。 旁人不能做天主。 这就是断见, 常见, 属于断见, 常见的外道。 啊, 你呀, 你做得再好, 你也不会做天主的。 你做不了天主。 为什么呢? 这一定的。 他说, 你要信天主啊, 你就造恶, 也会上天堂。 你看, 你要是不信天主啊, 你就做好事, 也要做地狱。 你看, 这一点真理都没有了。 啊, 原来这个天主也, 也受贿赂。 贿赂。 贿赂。 懂吗? 做官的, 他本来是这个人没有, 杀了人了。 啊, 我给你五万块钱。 这个官呢, 就断你说, 不是他杀的。 啊, 什么不是他杀的, 因为有五万块钱的官得到。 这叫贿赂。 哎, 哎, 这叫贿赂。 哈哈, 啊, 贿赂。 这不一定是红包, 这白包也可以的。 随便怎么样子, 好像现在美国这个大法官, 就是受人随几万块钱支票, 就是这一种。 啊, 就是这一种。 那么, 天主, 他也大要欢喜钱。 嗯, 所以啊, 欢喜人恭敬他, 欢喜奉承。 所以你信他呢, 就是你造罪业, 你杀父杀母都可以上天堂。 你要不信他呢, 你就是要做什么好事, 也要做地狱的。 这就是这个断见长见的一种的说法。 啊, 这个断和这个长都是一样的, 都叫偏见, 边见, 边也是偏, 就不合乎忠道。 啊, 嗯, 好像, 你人最好的, 这个人有一种偏见, 本来这个人不好, 啊, 都有偏见的人。 啊, 他最好的。 好像, 我们这儿有一个, 你不是说, 嗯, 有一个人呢, 啊, 没有道理, 他也讲得很有道理的, 很佛服, 很合法的, 就没有理由, 他也辨论出了一个理由, 这就叫边见。 啊, 强词夺理, 这叫强词夺理。 他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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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这个见解是对的。 他自己, 他自己啊, 他自己啊, 啊, 啊, 不顾过一切。 这种的人呢, nent过有一句话。 啊。 啊, 啊, 去什么话呢? 啊, 说是啊, 他拿着那个那個份, 拿着石。 你给他有禀, 拿着 Cem。 他也不化。 啊, 他拿着本来就是一个份, 就是石。 是不好的东西啊, 你拿着这个回的饺子,马上和它换,它不换了。 这就叫边见。 这种见就叫边见。 这个边见是最不容易改变的。 也是一种最坏的见解。 也是最不合理的一种见。 所以这叫边见。 这个人都有成佛的因果。 可是你要去做去。 你要不去做去。 就由这个因缘,你也到不了这种的果位上。 你要是去做去。 你自然呢,就会达到你的目的。 好像阿曼这一切的人,在昧晓佛法以前做很多的糊涂事。 比如,在这一个国家,很多青年都用了一种迷魂的药。 吃了,就变成一种麻木不仁的人。 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石头人。 这在没有晓佛法以前。 做这种的事情。 可以的。 因为什么? 你根本就不明白。 这个人生的道理。 你晓佛法之后, 就要把这种的见解改变了它。 不要再去尝试这种的东西。 你再去尝试这种东西。 那就是啊,你明知道啊,这个不对。 你还要去做去。 这也就是一种边界。 也就是啊,方才我所说的那个比喻。 啊,拿着这个一块粪呢,你给它最好吃的东西,它也不换。 和那是一样的。 我举这个比喻啊,那么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赶快地醒悟。 要是没有用过的更好。 要是晓过佛法之后,还用这种的迷药啊。 这应该啊,把这个这一块粪呢,放下它。 不要再抱着这个粪呢。 啊,像昨天晚间所讲的那个,那个强狼虫使。 那种欢喜在那厕所里头住。 那就是啊,住久了,就变成一种始从了。 你要是赶快啊,离开那个地方。 还可以啊,得到人间的,做人的这种香味。 这种啊,本分。 并且可以有成佛的这种因缘。 。 山戒边戒。 戒锦取戒。 戒锦取戒。 是外道所修的一种戒锦。 这种戒锦啊,是叫非因即因。 戒锦取戒锦。 戒锦取戒锦。 咱们叫非因即因。 他修这种无益的苦恨。 他说,修这个无益的苦恨, 就可以得到捏盘,得到这种最快乐的果。 所以,他这种苦恨是一种旁门外道。 这种外道,他因为有苦恨,也有的开天眼日,得到天眼通。 他就看见了,牛啊,狗啊,猪啊,鸡啊,都有升天去。 他,鱼是虎啊,他就小着个牛,小着个狗,小着个鸡啊,小着个猪。 那个牛吃草啊,他也小着吃草,不吃饭。 他说,这个牛的升天呢,他为什么升的天呢? 就因为吃草,他才升的天。 因为他吃草,这是最清洁的灾界。 这比啊,这一般人吃灾的,就不吃肉的,就更好得多。 不吃肉的人,吃这个青菜啊,种种的东西啊,这还不是真正的吃草。 看那个牛啊,看那个牛啊,专吃草,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要不然,他怎么会升天去了呢?就吃草吃的。 所以,他也就小着吃草。这叫牛戒。 小着那狗。那狗啊,住到外边。 住到狗窝里。住在那狗的房子里。 给人看门口。 他说,这狗啊,是有功的。 所以啊,他这种苦恨啊,这是真正的修行。 于是乎,他也就效法这个狗,住到狗窝里去。 住到狗窝里啊。 小着狗的行动。 狗想吃饭呢,当然要他也。 小着狗的。 小着狗的。 所吃的东西。 小那个鸡。 小那个猪。 这叫吃牛狗戒的这种外道。 因为他修苦恨啊,修的。 这种无意的苦恨啊。 有的时候啊,也就会生到天上去。 生到天上去。 所以在后边这个法华这个经文上啊,说啊, 会离地一尺二尺。 离地一尺啊,就是生在欲界天。 离地一尺呢,就生到骚界天去。 又高一点。 就是这个外套啊,修这一种啊。 借渠的时善,他也做善事。 不过啊,他就有一种指招性。 这种指招啊。 啊,非因即因。 非不,不合乎。 这个法。 不合乎这种因,他即因。 不合乎这种果,他以为啊,会得这种果。 根本不合理,也不合道理。 又有一种外道。 他怎么样行这种苦恨啊? 啊,他就小那个,那个猪啊。 在地下睡,把山上啊,磨成的灰啊,头面上啊,都用这个灰尘呢,擦到满面。 啊,谁也不认识他是个什么。 啊,就像那个烟老鼠似的。 那个被烟熏的那个老鼠啊,啊,你看不清楚他是个什么样子。 啊,这个人呢,就修这种的苦恨。啊,啊,睡到灰堆里。啊,啊,小的狗啊,就睡到那狗的房子里。啊,就他睡到灰堆里。 你小那个猪的样子。 又有一种外道,你知道怎么样啊?啊,啊。 他呀,把那个床上钉上那个钉子。一个一个钉子。 他睡觉我就睡到那个钉子上。 那钉子有的时候把山上砸破了。啊,啊,他流血。啊,啊,他说只有我才是难能的可贵的苦恨。 你看你们都做不到,你们都怕痛。我钉子在我,我刺破了,我也不怕。 修这种苦恨。 又有的一种苦恨。 怎么样呢? 他睡觉啊。 把这个,说你们这人呢,都是这么睡,我倒起来睡。 。她把拴上两条绳子啊。。 这个绳子上...拴上两个圈啊,把那个个脚绑上啊。 把这个脚绑上啊。 不容易睡著著我,但是他說這才是修行,真是修行,你們誰也做不到。 又有的是不吃飯。 吃飯。你看,你們要吃東西,還不吃飯。 吃什麼呢? 餓了吃什麼? 吃土,吃地下的土。 他說這才是真是天然的生活。 地下這麼多土,吃這個土,維持它的生活。 他說這也不要吃多少,吃了很少就飽了。 你看,這就叫戒緊取。 吃這種苦恨戒,無意的苦恨。 所以,你看,這有什麼意思呢?有什麼好處呢? 但是,你說沒有好處,他就歡喜這樣做。 這也是一種戒緊取的表現。 又有邪見。 又有邪見。 這個邪見,就是不正當。 不正当的见。 什么叫邪见呢? 比如说,修道的人应该要孝顺庶母。 邪见的人就说不必,不要孝顺庶母。 孝顺庶父母有什么意思? 他生妇女。 这是他的本分,他应该生。 你不要孝顺父母。 杀生是不对。 他叫人,说你杀多点,那就是最好的。 杀得越多越好。 无戒不戒杀生。 他专门叫人杀生去。 你说是邪见,不是邪见。 这偷盗也是不合法。 他就是用种种的方法叫人去偷盗。 这人不会偷啊。 他就叫人这个方法去偷盗。 邪引,这也是一种不正当的法。 他叫人去偷盗。 他叫人去偷盗。 答王语也是应该偷盗。 他也叫人去答王语。 他说你不要听了。 不答王语,他就答王语嘛。 不过他骗你而已,怎么会不答王语。 你不要信,不要信了。 这就是一点邪见。 你喝酒是犯戒。 他这酒这没有关系。 好像有的人欢喜抽烟。 所以这个五戒里,他说戒烟。 没有说戒酒,没有说戒烟。 抽烟不犯戒。 这都是属于邪见的。 他说戒烟不犯戒烟。 又有一种人说。 你不能吃素,不吃肉。 天气间生出这么一些马尼乌羊。 你乌羊根本就是给人欲白吃的。 你不吃的。 那么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他总讲这个道理。 这是邪见。 总而言之,你一说对的,他就说不对。 他能变着方法,讲出个理由。 叫你跟着他这种邪直邪见来跑。 我写键。 还有一个,叫劍取劍。 还有一个,叫劍取劍。 我写键。 他不论用什么手段,他都想帮着他自己。 这就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使用无力时。 对于无力时。 把你真正的智慧。 就给挡住了 就好像 五个 用人似的 把你给包围住了 令你 一切一切都不得自由了 没有自由了 去听这五种的人来支配 来 来 做事 所以 那么 小佛法的人 知道有这五种无力时 你就提前你的智慧见 智慧的宝剑 用这个宝剑把这五力时都给它斩死 然后 才可以 超出三界去 这是无历史的大概的意思 要是详细分析 可以说是穷解难尽 说不完 有一个人问呢 说是这个牛和狗 猪 鸡 究竟它怎么生的天呢 如果 如果 他没有修行 就生到天上去 那么 当然 人人都可以 难怪 这个外道 就修这个 牛啊 狗啊 猪啊 鸡啊 它也升天了 这个外道啊 这个外道啊 他得这个天眼 他只看见这个 牛啊 狗啊 基督 生到天上去 他可 他就不观察呀 为什么 这个牛生的天 这个牛啊 因为 帮着这个庙上 做工 今天呢 拉车呀 运转一切 运输 一切呢 这个物质啊 在庙上啊 立了很多的功 他因为啊 帮着佛教啊 来 做工 于是乎 他就有了功德了 死了 就生到天上去 是这个牛 你这狗呢 这狗啊 因为他救过人的生命 所以就生到天上 怎么救过人的生命呢 这个狗啊 他很爱 他的主人 那么有一天呢 他的主人呢 就是在一个草堆上啊 睡着了 睡觉 不但睡着了 而且喝醉酒了 于是乎啊 坐到这个草堆上啊 就在那睡了 睡 睡了就不行 这个草堆呢 就着了火了 就起火了 你说这狗啊 就狂吠 豪吠啊 很久 因为他喝醉酒了 也不知道醒 那狗于是乎啊 就跑到那河里头去啊 把自己身上 沾着吃了 啊 口里也 掉一些个水 到这个地方 就趴到这火上了 连打滚啊 再用这个 口里的水来 把这火就熄灭了 他能以啊 由这种的救主人的这种功德 所以死了也生到天上去 这是因为他救他主人的功德 生到天上去 并不是因为他守门口啊 或者吃饭啊 生到天上去 那个牛啊 也不是因为他吃草 生的天 这个猪呢 和这个鸡啊 是人家 放生的 放生啊 送到庙上去啊 养 不杀他 他在庙上啊 早些也听见人念经 晚些又听见人家念佛的 那于是乎啊 他这个 也就啊 小子啊 默默念经 默默地 在心里念佛 那么这么样子 因为有这种呢 听经文法的功德 所以也就生到天上去 那么这个外道啊 这个天眼中一看 那个狗到天上去 那个牛也到天上去 啊 猪 鸡都在那 他们是 是照着 他们应该照他们学啊 也就会生天 所以啊 他不知道 他们以为为什么生了天 他就以为啊 他们的行为啊 照他们去行去 就可以生了天 所以呢 那么一切的事情 都要知道啊 他那个来 来龙 去 慢 他怎么样生的天 怎么样堕落的地狱 也都应该啊 知道 啊 修道啊 不是糊糊涂涂的修的 要有真正的智慧 但是啊 他应该 往深了一层研究 这个 处处皆有 离媚亡粮 夜叉恶鬼 这是啊 比方什么呢 这是比方啊 这个 这个 邪剑 这个剑曲 这个 这个 无力石里边 不有一个邪剑吗 这就是啊 譬于这个邪剑 因为这个 亡粮 离媚啊 离媚亡粮 夜鬼 夜叉恶鬼之类的 他都是啊 有影 无形 有个影子 没有形 他 做 的事情啊 都是 偷偷摸摸的 呃 不能光明 正当 所以啊 这就是啊 替于那个 邪剑的 啊 所做的事情啊 都是啊 很黑暗的 呃 见不 见不了天 呃 见不得光明 这就是 辟于邪剑 十蛋 人肉 什么叫人肉呢 这个人肉啊 就批于这个世间的善报 你做善事在这个世界上 你做善事就有善报 做恶事就有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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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就是比喻的善报 那么这个杀人的果报被人吃了 被人给 吃了 被人给 被谁吃了呢 就被这个王良 黎妹 和这个夜叉 给吃了 这就是啊 他说 没有了 他说 没有了 他说 没有了 你不要怕 没有地狱的 也没有天堂的 你造罪业 什么叫罪业 你欢喜做什么就做什么 也没有罪业 也没有啊 功德 这个世界上呢 是自由的 你欢喜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你欢喜杀生就杀生 欢喜偷盗就偷盗 你欢喜邪言 遇着女人 你随便 不要管 不要怕 你能骗人就骗人 你能有酒喝 那是最好的 世界上最好的就是喝酒 你何必管那么多 这就是叫十大人用 十大人用 把这个上岸的果报都给吃了 没有了 你看 厉害不厉害 这就叫邪见 这是邪屁 邪见 前面这几句 独虫之术 独虫之术 独虫 就前面呢 那个 蛇呀 圆蛇腐蝎 这叫独虫之术 蛇 就是那些狼 又是最恶的兽 那些个 最厉害的 鳥啊 能吃鹿那些鸟啊 恶的兽 恶的琴 俘乳产生的。俘就是男生的。 男生用俘乳、母鸡、母鸟付出这个字,小鸟。 乳就是胎生产生的。各自藏户。 每一个小鸟生出的小桥,老的桥也保护着它,也把它藏起来,它不叫人看见。 那个兽,它生出的这种小兽啊,兽仔啊,兽膏子啊,它也保护着它,把它藏起来,不要人看见。 不要人看见,就给它偷去了,就给它抢去了,所以它自己都保护着它。 这也有个比喻。比喻什么呢? 比喻啊,这个因果,世间的因果。